他头上有鸡脚,他身后有尾巴,他身高几十米,他深肯大白沙 没错,这就是血域神兽大雪怪 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国产怪兽大电影《大雪怪》 故事一开始,在未来的2045年 一支基因科研队深入一片神秘血域展开探索 看看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是否会演化出什么新物种 这个扎着大马外长着小豆豆的是队长小秦 他们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雪 此时,小秦正在和总部的大领导老沈二领导眼镜汇报情况 这地方老冷了,容易诱发基因突变 看来有神兽,话音刚落,一阵强烈的抖动,车子抛锚了 检测仪显示,这一带有强烈的地热涌动 什么鬼地热,不行,有危险 老沈赶紧命令手下的RUN下指令,让他们速速撤退 怎么撤,一伙人正发懵,不知道怎么撤退时 神兽大雪怪出现了 噢噢,雪地里窜出两只白色巨掌 一群人直接被掀到了悬崖下 完了,看来是要领盒饭呀 果然只有女主角小秦活了下来 但也就在此时,一张长着鸡脚的大脸出现在她面前 只听嗷嗷一声,闹了半天,只是个前戏 电影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式开始了 自从上次的探演之后,女主角小秦就这样消失了 为了寻找女主角,也为了解开大雪怪之谜 二领导眼镜和大壮找到了男主角 因为她长得可外雄壮,所以她叫二柱子 她伸手了得,原本退隐江湖不问世事 但是现在前女友出事了,她必须要出山了 一番周车劳顿之后历经三个月 没错,三个月,救出来或许还是热乎的 他们根据探险队发来的照片猜测 雪域那边发现了大量的地热涌动 然后磁场也不一样,有可能基因突变 更可能有怪兽 三人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手下出发了 先是来到一片遗迹,说是要找一下雪域的入口 这个情况一看,车是肯定开不进去的 那探险队的车是咋回事 二柱一阵操作开始找入口 看地图啊,念口诀啊,还躺地上研究了起来 没想到还真让它整出来了 弟弟窜出两根石柱了 但也就在此时,这天啊呀一声 一屈然调到了弟弟,还遇到一些远古神兽 像什么专门吃人脑的怪鸟啊,悬挂的骷髅啊 但战斗力确实扎扎 在二柱的一颗手雷指下全部灰飞烟灭 这一仗扎出了一个新世界 他们来到了传说中的雪域 嗯,起了怪了,这可是雪域啊 你们穿成这样不冷吗 大家都在观察地形呢 就在这时,一条大白沙蹭一整 从地底穿了出来 在雪里肆意穿梭呀 追的众人是嗷嗷怪叫 说里游的鲨鱼经常见 但在雪里游的还是第一次啊 巨大的鲨鱼把大家整得措手不及 大批手下直接领了盒饭 就在即将团灭的时候 大雪怪出现了 嗷嗷嗷,二话不说 直接把鲨鱼给拎了起来 吃的是嘎嘣嘘啊 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雪怪呀 还是活的 一个没忍住就朝大雪怪开了一响 大雪怪很愤怒嗷嗷一声 就造成了雪崩 这次团了 有一批人直接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二猪则从昏迷中心来 此时他被五花大棒 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野人 眼前还有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 好家伙 好像要煮了他 随后有个野人就开始拿刀割 对员们的脚踝 之后就开始煎血了 二猪则也不想等死呀 默默的割开了自己的绳子 上去就要和对方开打 结果呢 竟然还不是对手 被一个小美女翠花给制服了 就在此时 女主角小秦出现了 对的 就是失踪的女主角小秦 原来这群野人呢 是雪狱的原始居民 也不是什么坏人 正是他们救了小秦 那你说说 刚才五花大棒是咋回事 另一边 二领导眼镜 带着手下出门呢 原来呢 这个眼镜不仅是科研队的领导 他还是中东刺甲杀集团的一员 反正呢 就是个邪恶组织 他来雪狱 就是为了搞到大雪怪的血 从而研究 就让人不会生病的药 同时 雪狱原始野人们也开始了祭祀 他们是母系士族 头领是翠花的妈妈大花 他们祭祀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大雪怪 原来呢 大雪怪也不是什么反派 是他们这一组奶蒙奶蒙的守护神兽 为了表示友好 这大雪怪和二猪子他们 还来了个亲密结束 我得个怪怪 好漂亮的指甲哟 原来开开心心 其他欢喜 但就在此时 大雪怪的后背炸了 一个炸弹 砰 竟然是眼镇他们在背后发动了袭击 野人们见神兽大雪怪受伤了 当时就不乐意了 疯狂的进攻 但是人家眼镇有肉气 这群原始人根本不是对手 没一会就被团灭了 大雪怪也被眼镇用超级武器给打退了 眼镇迅速控制了随武人 用翠花的性命威胁大花 让大花带他们去找受伤的大雪怪 大花很无奈 只能妥协 你说为了要点血 有多费劲吧 多准备几只大白鲨大雪怪吃爽了 直接给你来一通也说不定啊 大花将眼镜一群人引到了一块血缘上 谁知道竟是个圈套 这竟然是大白鲨的大本营 十几条鲨鱼冲了出来 本以为能彻底团灭眼镜 但是好像不现实啊 导演说了 我还没玩够呢 眼镜掏出一只大枪 砰的一声 直接把所有大白鲨给团灭了 中了这么大的圈套 损失了不少手下 眼镜很生气 要拿翠花开刀 关键时刻 大花直接挡了上去 毫无疑问 大花就这样领了盒饭 接着大雪怪就出现了 你说你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大花都死了 你才出现 第二马上也结束了 二猪子和小琴 终于开始发挥能量了 联合大雪怪 终于把眼镜一群人给干倒了 故事结尾 二猪子几个人 也永远的离开了血域 留下翠花和一群老弱并残 你说他们可咋整呢 毕竟士族要繁衍啊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